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爱情柳琴分钟课堂,我是申依然 这一课我为大家讲解如何挑选柳琴以及如何调音 首先我们拿到一把柳琴的时候,我们要先看 要看用料以及制作工艺 背板和面板是否是整块料的,不是用各种材料拼接一块的 我们应该要选择大块用整料的 因为几块拼接到的材料在新买的时候 其外观音响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用过一段时间后,拼接处就会出现胶水痕迹 如果脱胶的话就会对声音以及外貌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以及使用整料的时候也要仔细检查是否有变形和裂缝 由于现在的木料非常稀少 而柳琴在制作工艺上又大多使用手工制作 因此更应该仔细检查各个部位的交合地方是否牢固和严丝合缝 尤其是受力和弯曲的地方 面板拼接处有没有塌陷和不平 琴身有没有缺陷 以及要看我们的品 品每个位置都应该粘贴得很精准 保证我们阴高的准确 品上方的镶嵌材料 无论是钢的还是铜的 都应该与嵌条打磨平滑 不能有任何的小茅丝 一旦有任何小茅丝的话 都会导致我们琴弦断裂 或者说是阴色的不平整 琴轴 我们要拿到琴的时候 也要注意我们琴轴每一个斜度 长短粗细 都是否是均衬美观的 当看过柳琴整体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弹奏了 弹奏呢 主要就是要感受我们左右手 弹琴时候的手感 质感 一是手指对每一个琴弦 按行的力度是否平均统一 不能有某一根琴弦要更紧 或者是某一根琴弦更松 质感不统一的话 会对后期的弹奏技巧 声音协调性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偏差 第二就是每个品位的把位 是否能够保持相对的统一 这样按音时的手感才能更为适度 尤其在高音把位上 由于品位离琴把更近 闲距更短 品位更小 应做到每个品位上 按音和上把位的按音力度 基本上要保持一致 这样在按音正常的情况下 它的音色 尤其是鱼音 会更长一些 音色呢 也会更松弛 轻亮 第三就是在音准方面 我们的品位是否排列得很准确 除了本身品位能够精确的之外 演奏过程中 也要检查我们的琴码 是否会移动 由于琴码的移动呢 我们琴弦的松紧 音色与山口的距离 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如果品位之间的高度有微差的话 就会产生我们碰品 杀品 此外要检查山口和琴码两处 并用比较大的力度进行演奏 看看琴弦是否会移出我们的槽口 在弹的同时呢 我们还要去聆听我们的音色 我们要检查琴体发音的速度是否灵敏 音质是否扎实 干净 没有杂音 要弹出有金石般的音色 一把音响好的柳琴 演奏它的时候就会爱不释手 会有百弹不厌的感觉 柳琴的音色呢 大概分为亮 松 糖 脆 爆 亮呢 是指高音的把位 要非常明亮 有穿透力 松 是指弹弦 拨弦之后的发音要很灵敏 糖 是指三四弦的低音区 音响浑厚 脆 是指一二百位的音色很清脆 余音长 爆 是指能够发出金石之声 乐音呢 传颂较远 音质要时而圆润 但一般的柳琴呢 会在糖和量的制作上 产生着一定的矛盾 比如说高音的音色明亮 那我们的低音 可能就会相对单薄一些 低音浑厚的时候 高音的明亮度 就会有所欠缺 所以 这对我们柳琴制作者的 要求也是十分严苛的 对柳琴声音的基本认可后 我们要确定 四根琴弦的音量 是否均匀 是否均匀统一 梵音要明确 容易发出 如果一把柳琴 具备或者基本具备上 以上的条件 那么这把柳琴 还算是比较满意的 一间乐器 那同样我们拥有柳琴之后 我们还要学着 爱护它 呵护它 首先是不可以把琴体 放在过亮 或者太阳直晒 很热的东西附近 比如暖气火炉 我们都不可以靠近它 第二是不可以 使柳琴受潮 不宜放在潮湿之处 也不可以被雨水浇零 第三呢 就是不要使 我们的琴体受伤 避免一些顿物的撞击 如果要是暂时放支的话 也要把它放在一个 平稳安全的地方 以免碰撞 总之 要细心呵护我们的乐器 才能使这间乐器 为我们的音色 弹奏的手感 做到最好的保障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柳琴的定弦 了解定弦之后 也会对我们调音 产生一定的帮助 首先 我们调音时 要观察我们的琴头 琴弦 每一根弦 是对应的哪一根轴 切记不要在调琴的时候 调错琴轴 接下来就是要了解 我们柳琴的定弦 从柳琴的一弦到四弦 分别是 RI SO RI SO 音名呢 极为 D G D G 从一弦到二弦 是纯五度 三弦到四弦 是纯五度 一弦到三弦 是纯八度 二弦到四弦 是纯八度 了解这些 音程关系之后呢 也会对我们调琴时 产生一定的帮助 而柳琴是用十二平均力排列的 所以它能够胜任任何一个调式 最常用的呢 就是 D C G F 降B调 这五个调也是最能够发挥和表现 柳琴的音色的特点 所以 大多数的柳琴乐曲 都是用这五个调创作而成的 而在我们读谱的时候 我们分为固定调概念和手调概念 固定调概念呢 以绝对的音高为基础 不论是什么调 每个弦都是以固定的唱名来读谱的 而手调呢 会以绝对 而手调会与相对音高为基础 在不同调中 每一个音都有不同的唱名 例如 在C调中 我们的定弦是 Sore So Right 那么在D调中 就会变成法兜法兜 在G调呢 又变成了抖搜抖搜 一般来说呢 简朴都是以手调标准来概念创作的 为了使学习者 更加方便清楚地了解我们手调中 每一个音的唱名 我为大家列了一张表格在下 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看完有所收获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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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